令中欢喜 一令大众闻事发疑得大善理 这几句经文 表如来圈令巡述 那就是让法藏菩萨提出报告 普利大众 大众这两个字 广摄当时会上 所有来参加法会的这些大众 有菩萨有圣文有天人 同时呢 还广摄 同时其未来世之一切犯夫 二臣与菩萨 观火里头说 今天我等凡夫也在其中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展开无量手机 就是参加 阿弥陀佛 这一次 在世间自在亡 佛 大会之中 我们这个世界 是加弥陀佛的世法机 由过去 现在 未来 我们知道 在如来的 世报 庄严图 世尊的世报图 是化藏时期 弥陀佛的世报图 是极乐时期 在世报图里面 没有时间空间 限制 所谓时间空间 是假象 不是真的 百法名门里面 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踏实 二是四种 不相应里面的 两种 时间空间 不相应刑法 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法 不与心法相应 不与心所法相应 那也不是 无因而起的 用现在的话来说 叫做抽象概念 那有没有抽象概念 但它不是 不是真实的 它是假的 假象 不是真的相续 不是真的相续 真的相续 前面的相 跟后面这个相 完全相同 这叫相续 那我们前面一个念头 就把这种事情搞清楚 搞明白 有个概念 对我们的 对我们的修行 自行 自行限量 相似相续 不断的相练 不断之物 这是六个字 好奇了 那如何去观察呢 我们要记住 是极念 是极念 极念 极项 是也 佛问了三个问题 心有所念 这一念里 有多少个细念 有多少个像分 像分就是物质现象 实是精神现象 就是念头 你看佛这一句话 问了三个问题 弥勒菩萨的道夫手 也贪指 破手 贪指之间 也贪指 有三十二亿 百千年 三十二亿 乘百千 百千是十万 三十二亿乘十万 得出来的是 三百二十兆 三百二十兆 这一贪指 每一个念 都有些像 像是什么呢 就是会能大四十的 能三五万法 就是整个宇宙的现象 就那一念当中 就圆满了 没有些后 它很快就消失掉了 你看一贪指 三十二亿 被清念 就是三百二十兆 被清是十万 三十二亿乘十万 三百二十兆 现在我们用秒做单位 那这地球上科学家 用秒做单位 那一秒钟能谈几次 那我以前的 想大概是五次吧 有人告诉我 波指 可以谈到七次 我相信 我年岁老了 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 能量差了 年轻人 身体好的 可以谈七次 那三百二十兆 再乘七 这就是一秒钟的数字 一秒钟就说 三百二十兆 乘七 两千两百四十兆 一秒钟 一秒钟 两千两百四十兆的 这个高频率 在哪里 在我们眼前 我们看不到 一丝毫的感触 都没有 为什么 它太快了 我们无法感觉到 这是四十真相 宇宙怎么来的 就在音念当中来的 妄想怎么来的 也是这音念来的 这音念 产生整个宇宙 音念基础 是两千两百四十兆的 四十兆分之一秒 两千两百四十兆分之一秒 我们小大臣的 要有这个概念 这是佛说的 决定不是假话 所以整个宇宙是个幻想 不是真的 真是金刚经上所说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物质现象是虚妄 心理现象是虚妄 自然现象也是虚妄 真相呢 真相是一切法 无所有 毕竟空不可得 如果你真正了解这个真相 万元 马上就放下了 放下 立地就成佛了 阿 尼 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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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 陀佛 阿尼 陀佛